上星期六 即是8月31日 有暴徒在多條鐵路線 總共32個車站是大事破壞 我們說的是32個車站 整個香港的鐵路網絡是90多個車站 即是說有三分之一的車站是受到惡意的攻擊 包括損毀灣仔站業台幕門 以及將硬壓拋入這個路軌範圍 嚴重危害乘客和港鐵公司員工的安全 以及列車的安全運作 有五條的鐵路線路因此被迫停止列車服務 為香港市民帶來嚴重的影響 昨天 即是9月1日 再有暴徒惡意破壞15個車站的設施 除了損毀閉路電視和售票機之外 更大肆破壞東沖站和清衣站的車站控制室 車站人員安全是受到嚴重的威脅 亦都需要緊急設備 另外亦有暴徒闖入機場快線 近機場站的一段路軌範圍 並在路軌放置金屬壓力 嚴重威脅披露安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